蜗牛是指腹足缸的陆生所有种类 一般西方语言中不区分水生的罗类和陆生的蜗牛 汉语中蜗牛只指陆生种类 而广义的蜗牛还包括巨顿阔鱼 蜗牛是一种包括许多不同科、鼠的动物 取食植物 产卵于土中或者树上 在热带岛屿比较常见 但有的也生存在寒冷地区 树期种类的色泽鲜艳 而第七的通常几种接近的颜色 一般有条纹 非洲的水晶罗鼠体型最大 多超过20公分 欧洲的大蜗牛鼠的几个种常做佳肴 尤其在法国 蜗牛是陆地上最常见的软体动物 其具有很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蜗牛的营养价值 蜗牛在国际上享有软黄金、美玉 它的肉嫩味美、营养丰富 据测定 每500克蜗牛肉中含蛋白质90克及氨基酸 维生素、钙、铁 红、铃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食品 蜗牛蛋白质含量高于牛、羊、猪肉 脂肪却大大低于它们 并含有各矿物质和维生素 是体质虚弱、营养不良 以及久病体弱者的食疗首选 蜗牛所含的梅能化基除质 骨胺酸和天东胺酸 则能增强人体脑细胞活力 科学家认为多吃蜗牛能对皮肤和毛发产生营养美容作用 蜗牛的功效 《本草纲目》中早有以蜗牛治病的记载 近代中医学也公认蜗牛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治消壳等作用 对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气管炎、前列腺炎、额疮和癌症等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 功效 1. 消肿疗疗疗瘡 来回搓 即可去除泥沙 二 铁锅爆香肉碎 再放干辣椒 炒出辣味后 放入葱姜蒜爆香 倒入蜗牛后 大火猛炒片刻 三 立即倒入100克白酒 迅速炒匀 加入清水持平 四 调入盐10克 糖10克 酱油15克 鸡精5克 中火炖煮20分钟后 大火将汤汁收尽即可出锅 二 脆胶爆蜗牛 材料 窝牛肉350克 鲜嫩青椒100克 葱 姜 蒜共50克 料酒1汤匙 酱油半汤匙 筋盐 味精 胡椒粉 葱三分之一茶匙 水淀粉1汤匙 做法 一 青椒适当切块 窝牛肉用清水漂洗干净 大个的改刀切小 葱姜蒜适当切片 二 把料酒 酱油 筋盐 味精 胡椒粉和水淀粉一同放入碗中 调匀成味汁 三 锅中放入适量清水烧开 窝牛肉下锅烧烫即可捞出 控净水分 四 锅刷净 放入烹调油烧热 把青椒块 葱姜蒜片依次下锅烧炒 窝牛肉下锅 烹入对好的味汁炒熟即可 三 法国菊窝牛 材料 蜗牛12只 香菇50克 冬笋50克 蘑菇75克 火腿25克 色拉油 味精 鸡精 料酒 蚝油 胡椒粉少许 做法 一 将预处理后的蜗牛肉切成丁 再将香菇 冬笋 蘑菇 火腿切成丁 二 将鸡蛋打成蛋泡沫待用 三 热锅注入石油 推入上述切成丁的原料 炒熟后装蜗牛壳内 用蛋泡壶封口 上笼蒸约一分钟 取出装盘即可 蜗牛的人群遗迹 一 老少皆宜 胃肠消化利弱 体虚的人最疑 二 小便不通 痔疮肿痛 慢性咽痛和鼻血不止等症患者 遗食但不宜久服 蜗牛使用禁忌 一 蜗牛不能雨泻同时 否则可导致蜘蛮疹 二 在蜗牛冬眠期 其体内年夜差不多已排进 食之无防 但对夏秋季节 以冬春时节的温室中的蜗牛 不能立即食用 要待它们空腹数日 排进年夜之后才能食用